白豆腐 大家好,我是鱼妹 我今天买了一大块的白豆腐 今天打算跟大家分享一道 家常白豆腐的做法 我现在赶紧去准备一下 现在煮了晚上吃刚刚好 先把豆腐 洗干净的豆腐 把它改刀成小块 先切成长条 切好,先放入盆子 再拍几个蒜 把蒜切成末 再切几个姜片 把蒜切成小块 在冬菇里先下了一点清水 然后撒点盐 把豆腐先焯一下水 火燒火 煮一半居然下雨了 锅热放入姜、蒜、末 先爆香一下 再加入一勺豆瓣酱 炒出红油 炒出红油后加入适量清水 再把豆腐倒下去 轻轻的搅动一下 给它散开 盖上盖子,焖煮五分钟 煮它后,我们先给它调一下味 然后再煮它接着吗 加入少许的盐 再来一点生抽 盖油 盖油 盖上锅盖,接着给它蒸 时间到了,开起来看一下 再给它加点鸡精 再给它加点鸡精 然后倒入淀粉水 我切一下,大火收汁一下就可以了 好,盘汁粘稠后,我们在洗锅之前再撒上一把葱花 把葱花撒进去,增加香味 搅拌一下就可以起锅了 起锅装盘 看这个加香豆腐就做好了 这样煮出来的加香豆腐 口感非常的鲜 非常鲜 很好下饭 好香啊 好好吃 好了,那本期视频就先到这了 我是农家姨妹 每天都会分享一道美食 喜欢农家姨妹的朋友 帮忙点赞,关注,转发向 我们下期见,拜拜